这天生我有财 咱是不是要 唱一首歌 唱歌 对 我以为要开上一台车 然后你在这儿 给我们现场表演 在这台上车掉头 行 唱歌 我们接下来 把舞台交给李天宇 下面要唱一首 明天会更好 在场的BOSS 有会唱的 可以大家一起合唱 谢谢大家 请请敲醒沉睡的心灵 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看看忙碌的世界 是否依然 孤独地转个不停 春风不解风情 吹动少年的心 让昨日脸上的泪痕 随即风干凉 抬头寻找天空的翅膀 猴鸟出现它的影迹 太能 无情地战火 依然存在的消息 初唤醒清晨 大地光彩重生 让最热的泪水 吹你的面容 唱出你的热情 伸出你双手 让我拥抱着你的梦 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 让我们的笑容 云暗着青春的骄傲 让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 有点紧张 不好意思 谢谢大家 天宇你为什么选这首歌呢 我觉得这首歌首先 比较有意义 然后歌词呢和这个旋律呢 也是非常好听 所以你觉得唱得好不好不重要 这样是表达自己 唱得好不好不重要 大方唱就行了 我正好有一个问题是这样 这个跟我自己 就是跟驾驶习惯是有关的 我有一次 我跟严叔 这是我老公 我有一次跟严叔回宝定 然后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在一路上放加在东北 然后其实他跟我的周听习惯 没有那么一样 我觉得偶尔都听可以 但是他听 你知道听了两个小时 然后我就其实有点崩溃了 就是你的音乐品味是什么样的 如果我的喜欢的音乐的话 风格的话 跟你的是一样的话 咱们可以在车上一起听 如果不一样的话 咱们在车上会 我会放你喜欢的风格 但是我自己开车的时候 我会放我喜欢的风格 挺好 天宇我还是想 就是司机问你一个专业问题 好的 你在车内我们认为你没问题 你在车内做的都很好 但今天尤其在一线城市 只做好车内的司机是不够的 对 我希望你看到你在车外 能为我们企业做来什么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今天 你开车送我去一个宴会局 这个局我请客 你能不能提前帮我把菜单 点菜等一系列的招待工作 前置帮我安排好 这事我能做 就是首先呢 你宴请的客人呢 如果你给我他们联系的方式 我会先问他们几点 那个 他们是哪里人 几点飞机到这个北京 然后呢 他们是哪里人呢 偏好什么样的口味的菜 我会提前去找一个酒店 就是他们喜欢的这个菜系 然后把这个酒店订好 然后通过您的同意 然后对 会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招待 我觉得我不太满意啊 不太满意的原因是这样子的 我会不会把很重要的 这个客户联系方式 信息给到你 你的工作职责是不可能 对到对方的负责人的 你可能对到他的司机 他的助理 所以可能你跟他的安排 就是更平级 所以我觉得在隐私保护 这块的话还要加强 明白了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没有别的过去做过 什么别的车外的事情 比如说你原来一些这个老总的私事 有没有帮他去协调处理一些的 这个我首先 我觉得是 首先是老板需要这个我帮他去做些什么 但是现在我回答的话 我想不到那么全面 我告诉你一句 就是想帮帮你啊 就是一个企业主请一个司机 除了车内之外 车外他要看的一件事情是 你节省了他多少时间 我希望这个在你今后的工作中 把这个尽量记住 你节省他的时间越多 这个司机越贵重 越有价值 好不好 接下来我们直截了当一点 来 请韩一和赵小叶做出选择 祝贺你天宇 赵小叶为你留灯 来 咱们谈前不伤感情 丽宇 你好 你好 赵总 首先我们看到你的综合素质比较好 然后呢 而且我觉得你是一个好人 这一点我特别特别的确认 就是司机这个岗位 其实天花板是非常低的 而且你现在这个年龄 就是可能你还应该再尝试一下 未来能够走得更远的岗位 所以我们提供一个销售岗位给你 那我们的港位名称叫做课程顾问 4000的底薪加2000的绩效加上提成 然后再加上奖金 大概是这样一个综合构成在北京 麻烦问一下赵总 就是说综合工资下来的话一个月大概能 反正现在我们的销售一万多都是这样的 然后还有一个呢我特别看重你就是你的确是有司机的经验 因为我们今年开始开放这个渠道合作了 我们有很多渠道的伙伴 然后我觉得你能够帮我做很多的接待工作 如果有这部分的工作的话呢 我们公司的习惯就是只要你的业务拓展了 那我们就会用钱来兑现 好的 谢谢赵总 好 考虑几秒钟说出你的答案 真是蛮让人意外的 我以为小叶会给出一个司机的岗位 但其实这个岗位对他来说覆盖的更全面一些 谢谢 来吧 李天宇 你是否选择随风奔跑呢 我选择 祝贺李天宇 感谢赵小燕